从提名 竞选到投票 都是权力的游戏规则 但将西方民主制度 搬进政治氛围特殊的台湾 并不全然适用 即便号召民主改革起家的民进党 党内提名办法以历经多次的变动 也是为了权力之争 对一个政党来讲 政党提名几乎他的权力的来源 核心就在那里 因为你决定谁 你的支持者会投给他 那在这中间 我们民进党最早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国会全面改选的时候 比如说国大立委 1991 92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中职委 不分区 尤其是不分区等等 那个几乎就是中职委讲的就好了 会有让人家觉得说 因为中职委毕竟是人数很少 那有可能被收敏 各政党中最贯彻党内民主的 是民进党的党员初选制度 但不久就陷入了党员人头化 资长流派 即使是党内大佬 也忍不住在媒体上抱怨 如果他要资争的人 决定去那个北洋人头口袋党员 然后就快去找一些人 快去董 现在三八户 一个冬户也给他拘捕一下 当中都把他藏起来 如果要资争的时候才取得运用 我这次真的是流洋老冠大光业 我从前去看 我感觉解脱 有什么关系 我不在乎个人嘛 但是我会说 民进党应该要在这会儿里面 很多人都在 都说你看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董的领土 不可以说这样算算 就说这是最民主最威大的算计 要闻过思惠 我就会痛心在这 我们的初选资助上面的问题 造成了我们内部很大的纷扰 那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裂 那以至于就是说在2008年的 两次重要的选举 一次是立委的选举 一次是总统大选 我们都没有 我们的表现都不尽人意 所有的党员能够参与 当然是一种最民主的方式 但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很多过去民进党的一些 公职人员 他们会用收购所谓的党员的方式 代交党费 所有的党政都放在同一个人手上 然后初选的时候一声令下 所有的这些人来参与投票 以很多人批评 可能某一些人形象不是很好 就靠着口袋党员 人头党员在初选里面 就是冲得非常高的一个名次 然后就吻获提拟 1997年 民进党增加民调方式 以稀释人头党员的弊端 扩大民意基础的利益 让各政党群起效仿 但新方法总还是传出 被人端出新科技来破解 蓝绿都有 现在就有听人说 有这种公司 说专门我设一个 你不用自己去挣 我带你去挣那种电位 现在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都买我 我就说刚才清晰的电位 都集合去 都专接去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的人 你才自己在那里打 如果叫来 你要继续做一个好选业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不是制度可以解决 我觉得制度当然是可以解决一部分 但是它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一方面政党要努力 但是另一方面选民也必须要努力 因为国家必须是大家的 不能够因为有人有金钱性的诱惑 或者资源性的诱惑 或者是有其他的组织性的因素的干扰 使得你的决定 不是一个以你自己本身最大利益 跟国家最大的利益来做这个抉择的 那很多自由化民主化 那个冲那个官司透过选举 但是接下来要巩固的时候 光是选举还不够啊 比如说你选上了以后 我不去旅行证券 所以就说选上了又怎么样 对啊 就是说选民不要被绑架住啦 就是说你选上了以后你要去做 不然我不会投给你 很多人说啊不然我要投给国民党嘛 或国民党那边我要投给 我这边很赖 我不投给他 我要投给民进党嘛 这变成他们好像两边的支持者 也都很无奈嘛 当一个国家选举 变成一个很无奈的国家的时候 那其实是一潭死水啊 显然选举是近代民主进程的重要动力 但民主进程却不能只靠选举来推动 当二十世纪初 真来不易的选举制度 逐渐出现民意的漠视 甚至背离 那么选举本身的历史 恐怕还未写定 台湾从一党独大的时代 历经政党林立 国会政党两大数小的年代 到如今因为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实施 使得台湾政治结构产生重大变革 政党的比例和席次重新大洗牌 这段数十年的选举历史 充分见证台湾民主进程 也验证了选举制度与民主发展 互为英国的交互作用 我是胡婉玲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